哈喽,我是Crystal,夜未未 在过去的假期里,我去了马六甲 这个视频呢,就是让你看我如何在马六甲 暴饮暴食,两天一夜 Let's go! 在第一天抵挡马六甲 就去到了这家非常古老又有名的店 吃了Curry Laksa Awesome Laksa,还有Roja,以及Chen Do 接着呢,就去到了这家Cafe 拍照、打卡、Chill一下 但是如果要找到这家Cafe,你必须先走进这个TheCookie Bar的店 再穿过几个当铺 才会看到这个The Daily Fix Cafe 这间Cafe的环境呢,都是以复古为主 在排队等位置时,就可以到处走走看看 因为光线比较充足 白天去的话呢,拍照会比较好看哦 这家店里的饮料呢,都还蛮不错的 我本人是蓝莓控 只要是有蓝莓的果汁 我必选无疑 现在是晚上七点多 然后,我是从我住的地方 一路走到这边 就是Junkerwon啦,机场街 谢谢 每逢星期五六日晚上的机场街 都特别的热闹 你看到我所吃的每一样食物都很不错哦 尤其是这个蛤蜊 就以四个字形容 鲜、嫩、甜、酸 我爱吃羊肉 老板说 这羊是从澳洲进口的小羊哦 果然鲜嫩多汁 吃饱没事做 玩一玩这个fake tattoo吧 7天内就可以自然掉落 这个我给它取了个名字 叫空中飞 耶 第二天 下雨天的马六甲好凉爽啊 因为下雨天 所以不想临着雨排队等美食 结果就随便走进一家 长得还不错的古城接力饭店 真心话 很后悔 食物味道真的很一般 因为下雨天 去哪里都不顺心 所以呢 就去到了这间cafe 嗅一嗅 跟昨天去的那一家风格比起来 这家就比较modern一些 光线不错 拍照好看 可以拍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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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拍照 我点了一份有mushroom和鸡蛋的吐司 好吃 呵呵 偷偷将男友曝光 他会想杀了我吧 晚餐我们去吃生虾cheese米粉 看来真的很出名 要等两个小时才可以吃到 终于吃到它了 米粉都把生虾和cheese的汤汁全吸收了 螃蟹也很肥美哦 果然名不虚传 虽然刚才那一餐吃得很饱 但是来到马六甲一定要吃这个 我就一丝一丝吃几串 过过瘾也好 宵夜吃这家妈妈 桌上的otaota竟然还是热的 主角 里面有魔鬼鱼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爱吃酸辣的话 可以跟老板拿一些酸干 酸酸辣辣更好吃 谢谢你耐心看完吃货 在马六甲的两天一夜 暴饮暴食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Like&Share てりまかせ